哈囉大家好我是今天Coach 今天邀請到另一位大師的賽評 哈囉大家好我是TK 是LOR情報社的創始 那我們今天呢是符文大帝LOR MGL線上賽第四屆的冠軍賽 那我們現在的話是 Armander Hill 對Armander Hill對上Wang OK 這個我們先來看Armander Hill的牌組 OK 然後看起來 他這一套看起來就是 艾希豬女 可是他有放比較特別的一張牌子 那個投石機 投石機 這邊的話我感覺啦 看起來的話 這個他是想要用像這種 對主堡造成傷害加快 斯瓦尼的進化 尤其是投石機 可是投石機 真的是一張很微妙的卡 因為他只有零攻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去跟一些 現在比較強勢的 例如說中速德馬打的話 他的生物交換會變得很弱勢 所以其實 我個人目前很少在比賽中 看到有任何人放這張牌這樣 所以還蠻期待這張牌的表現的 不知道怎麼樣 而且我感覺的話他是試費 所以試費開始才是每回合一點傷害 有點太慢了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張比較特別 他有放三張文警殺 對沒錯 三張文警殺他是想要抓什麼 我其實還蠻好奇的 因為 對啊因為像是 匠剛舉例的例子就是 中速德馬一次幾乎都超過 就比較難撿的生物幾乎都超過三公 不知道這樣牌表現如何 我覺得他這一張的話可能會去抓一些比較特殊的單位 医者 匿命 泡麵頭 對對對 對對對 聽起來不錯 泡麵頭就會屌癡對不對 對 泡麵頭才一攻而已 對對對 可是戒 欸 雙重戒律可以保得起來 對對對 戒律保得起來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組 牌組 因為他打完比賽之後 有在 有在找我幫他研究一下牌組 所以 是Unmanned Hell嗎 對沒錯 喔了解 因為我說他那個牌組 我有跟他說他那個牌組發揮 發揮不了到底是怎麼樣 不過沒關係我們先專注比賽 現在是忘了牌組 OK好 三張生命藥水痛恨快攻的人 OK沒問題 然後 卡瑪拉克斯 他這是 自己版本的卡瑪拉克斯欸 因為 現在版本上 比較常見的是會放滿三張走回上冊 然後 可以跟三四四的熊熊去做搭配這樣子 不過他這一套就沒有放任何一張的 走回上冊 沒錯 算是跟其他版本比較差別 比較大的 走回上冊的話 也可以拿來對暗影刺客 還有 對是的是的 就是去做一個抽卡 對對對 如果你前面回首了一個殘血的熊 再用一廢打出暗影刺客 還滿賺的 對 就很賺 這邊抵制只有一張 但是 愛歐尼亞卻有三張 對啊 抵制有三張 滿特別的 然後協力打擊也不錯 協力打擊也是一張 我覺得算是被低估的單卡 他在 他在拉克斯卡馬裡面的表現應該會滿不錯的 沒錯 而且他的協力打擊是打擊該單位喔 不是互相打擊 對對對 算是滿強的 跟單挑不一樣 然後他放了三張的緬懷先烈 是 他可能是想要利用一些生物的死亡去減少緬懷先烈的費用 因為老練遊俠就一隻等於兩隻了 然後前面打出去就先減一費 而且這個也有龍頭 所以其實還滿好 對對對對對 都滿好打的 OK 好 那我們就來看比賽啦 OK 沒問題 這沒有聲音的聲音全部被剪掉了 因為他們一邊打一邊聊天 兩個人在互聊 是喔 這麼輕鬆是不是 還行啦 好 好 好 那現在比賽要開始了 OK OK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Unman the Hell這邊是先攻 欸 沒有沒有沒有 剛剛畫面跑掉了 好OK OKOK 那我們下面這邊是Unman the Hell 他是沒有欸 做任何換牌的 那這邊的話 他 王是有點疑惑在看那個牌組 呵呵呵 然後Unman the Hell也看了一下自己的牌組 兩個人都對自己的牌組滿疑惑的 其實我這邊看不到 其實我這邊只能看到他們在換牌的畫面 有啊有啊 他剛剛把那個滑鼠拿過去他們的牌組那邊看一下 對啊我這邊看不到他們牌組啊 你看不到牌嗎 就我只能看到一點點而已 噢 好OK 沒事現在這樣是OK 對對對 所以是有往這邊拉克斯卡嗎 先攻 OK 但是這個是已經直接來到二費的回合 嗯 因為兩個人都沒有一費可以下 然後這邊看起來 雙方都沒什麼卡手的問題 開心開心 那下了一個3-1帶破甲 堅忍 其實這隻其實蠻微妙的 感覺他就是一個 3-2的二費生物 帶破甲的3-2二費 但是對這種龍頭就可以就可以爽換 對 就對方龍頭也不能進攻 雖然龍頭不會拿進攻啦 但是也不好防守 然後他這邊只能抽牌 因為也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 然後龍頭也沒有觸發到 剛開始的時候就握到卡馬 其實也沒有說很賺 因為卡馬也不像是泡麵頭啊 還是 對 非愛那種一開始握在手上 五費準時出來 就很可怕的怪 對卡馬通常我們都是等到 九費或十費的時候 才下的牌 所以基本上 如果一則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一則 一則通常也是等到任務做完的時候 才會下的牌 所以其實這兩張 假設是一則卡馬 一則卡馬 這兩張任意這張牌在手上 我們都會想要把它換掉 起手的話 因為這邊的話是 他有放單挑嗎 對 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我們也知道他沒有單挑 好 OK 那這邊 旺這邊是下了兩張老鏈遊俠 基本上算是 他還沒放手 很長的場面壓制 放了放了放了 基本上應該都會放吧 這邊不太可能不下 對啊 一個先前 先放個先知 先前 投食機 投食機出來扛 投食機可以扛八點傷害 這邊 這邊想要給抗擊魔要給 邪色門徒這樣子 讓他可以吃兩 可以吃一次傷害 然後又可以對對方做出兩點的傷害 沒錯 然後 信光先知也可以buff到一次 對 假如對方有個什麼反應的話 然後他可能會再加一瓶喔 給投食機 對 直接給你表兩次這樣 喔 他就接受了這樣 OK 就給他了 沒關係 他還會復活一隻四四 就給他了 對 等一下還有做第二輪進攻這樣 喔 這邊是靠二費抽一張英雄抽到愛希 對 對 節奏而言 剛剛那一首 我可能會比較想抽到十瓦泥這樣子 了解 因為現在 剛好六費嘛 然後下一回合打出去 就把龍頭 或是熊熊拖出來殺掉這樣 是 那這邊的話 就是把他變成兩個熊熊了 這邊投食機沒有選擇上去擋 是讓他剩下一點血這樣 對 他要做每回合的丟一滴 對對對 這個一滴真的很少 如果以五費的怪這樣子每回合丟一滴 實在是效益 我感覺是有點差 CP值真的很低 CP值真的很低 OK 這邊愛希下來了 愛希下來了 這邊的話是握一個單挑 而且這邊 Unmanned Hill的話 是手牌輸蠻多的 嗯 這樣再被解掉的話 欸沒有選擇去解 他可以不要這麼早解沒關係 喔這張 這張算是新的五費 可是 德馬西亞比較容易叫出 有機會叫出四五 原本都是五五堅任 或者是五五堅任吸血 或者是五五四的那一張挑戰者 了解 其實他這個時候如果沒有解的話 他這愛希攻擊上來是會扣 會冰凍別人的 對會先冰一隻 這樣子就提早讓愛希進化 不過他現在愛希也沒有任何一次任務 只有一劍而已 所以其實 也還好 嗯哼 如果要我 我說的話 抗擊藥劑了嗎 欸不是他那 斬殺的話 是要等到 對方準備要叫小龍才要打出來 三費斬殺 斬殺其實這個時候可以 拿來搭配愛希的冰凍去殺掉 五四五那一張銜錢 因為那張牌其實也蠻麻煩的 因為他現在變成零攻 喔 那我們知道他斬殺的作用了 對對對對對 沒錯沒錯沒錯 就是在這種時候打 可是 如果愛希沒有準時來就會 就會很痛苦 因為 就沒有什麼好斬殺 然後就會卡手這樣子 嗯 了解 OK 這邊 旺這邊應該是沒什麼辦法去做繁治喔 是 手上也沒有抵制可以用 他的六費就這樣子噴掉了 這邊 看起來偏尷尬 因為他的 就是 我們知道 拉克斯卡瑪這邊 最需要進的一張牌就是拉克斯了 那他這邊是一張都還沒進去 這邊應該暗影刺客看看會不會進 也是沒有 好盡量 先烈喔 是 不過他因為他是有 不屈的嘛 對有不屈 對面也沒有可以直接 把不屈處理掉的手段 對基本上對面是 完全沒有處理不屈的手段 而且對面手排快趕了 對 所以目前的狀況對於 Amanda Hill來說其實 非常非常的不利喔 是的 手上另外一張投石機 欸 不屈 那他那個斬殺他是 算是殺死的效果嗎 斬殺沒有用 對 斬殺沒有用 嗯 無解了 艾希要 上去嗎 這樣沒有辦法保啊 沒有辦法保應該還是人打了 因為這邊如果 不上場 再拖應該也來不及了 卡瑪等一下就出來了 你也不知道對什麼 拉克斯 雖然我們上低視角看是沒有 但是其實這邊對於 Amanda Hill這邊的壓力 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 OK用這個 這個 這是什麼 什麼之手嗎 忘了 OKOK 好這邊搞一下艾希 弄了一個空氣牆出來 是 是 艾希其實我覺得 我是有 之前有組過一套 但我覺得他蠻尷尬的 是試費的血量 以試費的快來說 血量太少了 我覺得他如果改445 然後出場 就攻擊的時候冰凍 哇那整個就不一樣了 整個強度都不一樣了 因為試費如果試血 是真的是有點少了 這邊其實我們看投石機 默默從第四回合 一直投到第九回合 他投了4點傷害這樣 可以的可以的 很賺的CP值有了 對其實已經很高了 還可以擋一下 然後十萬泥 對 十萬泥 十萬泥遲遲沒來 哇 在這個時候切換四川 我們還看到他的line 我還看到他的line 會不會曝光私人訊息啊 好等一下可能要幫他馬賽克 處理一下 OK 這邊其實可以選擇 把布區放在光灰上面 我的話我可能會想要放在上面 就如果他等一下上東西出來當的話 因為這個雙方是有看過雙方的牌組 所以是他也知道 布區可能對方是解不掉 對 這邊Amanda Hill唯一可以處理布區的辦法就是一直冰凍 一直冰凍一直冰凍這樣 但是坦白講如果布區是套在拉克斯身上 他的最主要的價值還是去纏那個零費的光炮嘛 那他Amanda Hill這邊也是沒有辦法阻止的 了解 了解 他現在可能是想要先用冰凍拿個冰界出來抽卡了 手上的手牌 對 他現在想要把那隻冰起來 冰起來的那個光灰守護者把他 斬殺掉 文井殺掉 對 而且這邊剛好他進入了一個 沒有布區的費用 七費喔 可是他這邊剛進了一張 抵制 所以 很遺憾的是沒有成功 可惜了 打到這邊 Amanda Hill應該已經差不多走遠了 差不多走遠了 差不多了 除非他等一下可能 神抽個斯瓦尼吧 或許還可以再撐個機會 對 如果有斯瓦尼還有機會 我感覺的話 如果按照要力轉的劇本 等一下就是艾希升級了之後 兵劍 然後打出去 先打出去之後抽到斯瓦尼 然後下一回合再斯瓦尼出來 可以再拖個兩個回合 這麼厲害嗎 沒有啦 我是在預測嘛 劇本呢 劇本會不會照我這樣子演呢 看起來是 有點困難 艾希的兵劍要來了 他一定要在這回合讓他進化才還有機會可以玩 對 來再逼一隻 讓他無法吸血 這邊應該布區要套在卡瑪身上 布區 媽 其實旺這邊選擇很多 對 因為畢竟手牌多 他回手一個 那如果回手的話對方 也下回也可以再用一個冰洞 對 不過他其實也不一定需要在意這個冰洞 因為 因為我們知道艾希升級之後是冰洞的不能防守 可是因為下個回合也不是對方進攻回合 所以 旺這邊壓力沒有那麼大 反倒是 Amanda Hale這邊 遲遲沒有辦法去結束賽局 吃完你一直沒來就非常非常難打 他還在考慮啊 喔 又開了一次 又開了一次 哇 他是想要冰龍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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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不冰也不行啊 因為 不冰的話艾希就要送掉了 是 假如冰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升級 因為我們也沒有去算 冰這邊 他冰 他冰卡瑪喔 對對對 因為冰的時候他會加 加一個體 所以 對對對對 他變二血嘛 然後冰卡瑪這邊 卡瑪就不能去跟他做單調動作 可是其實意義上沒有差很多 而且如果其實一開始就剩下 一次任務的話 為什麼不要 應該要先冰 一開始就先冰 對對對 這樣他就不能擋了 那個其實差蠻多的 是 可能想要換換看有沒有 換到換到怪吧 嗯 可是 如果我是 Amanda Hell這邊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 來喔 很緊張 因為壓力 因為基本上壓力都會在 Amanda Hell這邊 那德馬西亞很像補償又很強 對啊 就是 旺這邊的資源越來越多而已 不過現在的話會不會照著 剛剛的劇本演呢 來抽個冰箭打出來 我看是很難喔 他這邊 這邊旺旺的這邊已經 已經 那個生物強度已經高到一個 完全沒有辦法阻止的地步了 現在如果有辦法玩的話就是 呃 冰箭出來吧 先一回合撐一下 然後投石機再丟兩滴 呵呵呵 然後再那個 然後全體冰洞 再 再丟兩滴 呵呵呵 再過自己的回合 沒有自己攻擊回合的話就不攻擊 再丟兩滴 然後又到對方 又史瓦尼又出來 再 再丟兩滴 的劇本也太完美了一點 太完美了太完美 他已經把那個艾希綁走了 但是艾希其實已經沒有作用了 對 因為他現在 艾希的那個一次一次的冰其實 也不能拯救他 來冰箭 該打出來 冰箭這邊其實也 也回天乏術了啦 單挑掉一個 沒有辦法 手上沒有冷凍 不能讓他變零攻 對 冰箭 先頂一回合 冰兩個 血量刪一下才會被冰 只有兩個 嗯 然後把他回血 哇 這個 打到T17 對這種控制的牌組來說 是比較 比較賺的 如果以 對啊 中速的牌這樣打的話 這邊基本上 Amanda Health那邊已經 整個被 整個被進場了 是 三挑 精彩 我一直覺得這個冰箭的動畫 有點太慢了 你覺得嗎 對 就他慢慢飄這樣 哇 他這邊進了一張 那個10萬年的船 可是這邊也來不及了喔 然後就被 呃 旺這邊一波收掉了 好 那我們換個畫面 OK 換個畫面 呃 沒有其實 其實我只是要說 OK好所以 比賽就是有旺方這邊拿下來了這樣子 是 好 那其實我是感覺啦 你覺得啦 畢竟你是大師 我們還是來聽聽看你的意見啦 我 我會覺得 那個投時機 實在是 實在是有點 有點 激樂 因為 每一個回合頭一點 在 四回合的情況下 你看 就通常試攻 好假如我們是 四廢的生物通常都會有四攻嘛 那他打一拳就 就四攻了 那你從 四廢的投時機 你要打 你要打五個回合 你才會有 達到 原本四廢生物所 該打到的 四點傷害 而且重點是 你這套也沒有配斯溫 所以其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 投時機 幫助史瓦尼的效益其實不大 真的真的是蠻低的 所以 嗯 我這邊的話我們先 恭喜一下這個 旺的 獲得冠軍 然後他們兩個牌組馬 我都會放在下面 然後我們現在要對這個 Unmended Hill的牌組進行改造 因為 他在打完的時候 有 有請我 幫他 就是改造 然後我說 那我們等一下賽評的時候 請大師一起來看一下他的牌組 所以我們 現在才對他的牌組進行 就是指點 並不是我們 故意要去 說他的牌組不行 這樣子 是他委託我們 處理的 好 我們可以繼續說了 好 呃 在這種情況下呢 喔他死瓦 你沒有放滿喔 我現在才發現耶 應該是有缺卡啦 缺卡喔 好 那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喔 所以他可能才會放 崔號球員對不對 對 如果是這種情況下 我會覺得 斯瓦你一定要放滿 然後 集體分章跟崔號球員 我也是會選 崔號球員 不是 選那個集體分章 因為集體分章這張牌的 呃 CP值比 我會覺得比那個 崔號球員還要大的很多很多 因為 底下下三次 加一加一的 呃 CP值太高了 那我們現在先幫他拔掉一些啦 我覺得這個可以不用了 你 但是你是大師 你覺得呢 這OK了嗎 截略者 我覺得 他如果沒有放那個 三倍三二那一張牌 就全場打一那一張其實 沒有必要放那一張了 好 然後我覺得 截略者的話可以換成 欸 那個東西咧 喔 這個 你感覺如何 截略 你是想要跟 門徒搭是不是 對可以跟門徒搭 然後 然後他這個出來的話 加上門徒直接就四點傷害了 CP值絕對比頭十幾還要高啦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嗯 我覺得可以放那個啦 血色轉換 因為 在有血色轉換的情況下 他可以去保艾希 那這個要拿掉嗎 呃 我覺得 現在看起來有一點 說不準欸 好好好 那你就 你就感覺一下他這一套應該要改成什麼 例如說 那我們應該要先從最重要的英雄開始改啦 你感覺呢 其實艾希跟豬女這一套牌組 已經 算是從一開始就一直有人在 想要去研發一套牌 那其實網路上有蠻多 不太一樣的版本 只是八九不離十都會是以 血色跟 一些 就血色那一套系列的牌跟 斯瓦尼去做搭配這樣子 然後 比較少看到的 像是靈魂拷問 比較少看到一點 然後三張文警殺我會覺得有點太多 因為 其實你仔細看一下這套牌 呃 假設假設好了 你兵谷弓箭手 第二個回合直接裸下 你也不會有那個 魔力去搭配文警殺做使用 然後你試費你準時 就是 這套很明顯是一套中速牌 那如果我們按節奏下 其實不太會有什麼法力水晶去 配到文警殺跟冰凍的組合 除非是鋼鐵吹化這樣文警殺 但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要試費 這時候你通常 就會缺場優 所以文警殺我覺得可能一張就差不多了 就是這一套我們應該是要力求在 七八回合的時候靠竹女的進化 然後一波收掉對手 了解 那我感覺的話 放太多抽牌跟那個都會 都是彈的 我感覺的話 橫向的鋪場也是蠻重要的 嗯 那你剛剛說催浩球員也不要了嗎 我覺得催浩球員可以不用 然後獅瓦你要三張 而且畢竟 畢竟他是中速牌啦 中速牌的話 抽卡也不用這麼多 因為你必須用生物的體質去 對 碾壓就是去躲避對手的控制 那這個冰玉的話 其實冰玉有很多體質很好的 然後再來是還有一點 我發現他這一套沒有一廢牌 對 其實有沒有一廢牌差很多 我想問一下就是這一次的比賽中都沒有快攻嗎 都沒有皮諾沙 有有有 那一廢的話我這邊我感覺他可以放這個 要放這個喔 這 這張我會覺得有一點搓 因為你一廢下這一張 假設我們是要解兵女任務 假設我們要解竹女任務 你下這一張就零攻 然後你也不可能這樣撞你一位零攻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基本上我應該會放警示音跟軍團破壞者 警示音 警示音放三張 警示音跟軍團破壞者我應該都會想要放滿 因為軍團破壞者是一張CP值還蠻高的牌 對 可是我這邊的卡不夠 所以我放不了三張警示音 OK沒關係 為了他喝一下 OKOK 對啊26張 對不對萬用牌 警示音這麼強 警示音還蠻屌的還不錯啊 警示音這麼強對不對 合一下 然後分章的話其實我覺得可以放滿 是我會放滿 我也想放滿 我也想放滿 然後分章 分章 分章的話如果有洗潔到前面第一回合 警示音出來結果磨到頭 就很賺了 血賺了 賺翻了 然後靈魂拷問我覺得就整個拔掉了 OK 那冰谷弓箭手你覺得呢 冰谷弓箭手 我覺得如果他有配艾希 我也會想要放滿 因為為了要在大概五六回合那邊去做完艾希的任務 然後搭配竹女做一波很可怕的進攻 我覺得這邊冰谷弓箭手應該是要放滿 然後我應該會考慮拔掉星光限制 星光限制好 因為星光限制的buff影響 其實 嚴格來說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會偏尷尬 然後在這一套又是中速牌的情況下 前面的小法術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覺得星光限制的效益就會更低一點 然後 然後投石機 消失機 投石機要消失了 對 所以星光限制的buff 我覺得可以 因為可以抽艾希也可以抽斯瓦尼 然後角色解決者也不錯 只是這邊角色解決者 我會再考慮一下也不要 急速兵弄兩張我也覺得沒問題 目前剩下牌我覺得都OK 目前就差五張了 就是要放哪些卡 我覺得那個二費的狼 二費的狼 二費的這個嗎 不是不是減刑狼 是摧毀被冰凍的手下 那個是三費的 對三費的 喔對 不好意思三費的狼 三費的狼 對 那張牌真的是 如果可以放 如果可以放十張 我就想放十張 你知道嗎 不要太強 對 這個一定要滿的 這個 這個在任何跟艾希 剩一張了不要 就這樣 剛才這樣他就懂了 沒問題 這樣他懂了 這就很 這是很重要的一張牌 然後 其實 極速冰凍呢 我覺得極速冰凍可以再一張 極速冰凍我覺得兩張就可以了 因為三張我覺得會有點偏太多 第一個是他沒有跟 他只跟艾希有做連動 然後 對對對 這個在 你在兩個英雄的升級條件都很重要的情況下 我覺得 放滿三張可能會有點太多 然後 那這樣的話還差兩張 如果放滿冰鴨狼的話 嗯 冰鴨狼的話 放滿 然後他吃瓦泥再補一張 那這樣還差一張 你可以往上捲一下嗎 好 你要全部廢用 我說左邊牌組 左邊牌組 好 對對對感謝 抗擊魔要三張 鋼鐵催化兩張 嗯 我覺得 那還缺一張 還缺一張 該塞什麼呢 我看一下 看一下右邊的好了 看一下右邊的 對對對 慢慢往下滑 這邊看起來都沒有 還是應該在哪一個抽卡 因為他這裡有 北徑之怒其實不錯 北徑之怒 北徑之怒其實是不錯的牌 剛好是非的法術也沒有吧 這樣子 好就完工了 冰牙狼補滿 然後 斯瓦泥補滿 就沒事了 對 就滿了嘛 那我們就再次恭喜 旺獲得今天的冠軍 那我們現在做結尾 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按讚訂閱加分享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然後 如果想要報名比賽的話 可以點下方完整資訊說明欄裡面 OK 那關於我們 LOR情報社呢 你只要在臉書上面搜尋 LOR情報社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然後 今天的這部影片 同樣也會放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 然後如果想要報名的玩家 歡迎點擊 教練這部影片底下連結 就可以連結到Discord裡面 然後進行報名這樣子 對 然後也可以 在下面的連結 找到LOR情報社的網址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喔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